藏資大道 何文傑 林鐵營 繼續回來看看疫情方面 其實對很多行業都有影響 特別是環保方面都有影響 你看看疫情之下 內地通知香港禁止循環使用 曾經運往香港的法寶交商 也暫停了一些跨境貨車運載法寶交商 到內地回收廠 最近在外面街市 也看到很多不同的法寶交商 大家擔心會否形成法寶交商圍城的情況 昨天立法會也有討論這件事 我們請來業界跟我們談談 香港入口蔬菜批發商會會長 袁昌先生和我們談談 早安 袁先生 袁先生 想看目前的情況是怎樣 大家都很擔心 會否引生成法寶交圍城的情況 現在整個十八區也好 批發市場也好 都形成了一個很嚴重的現象 那些法寶交堆積而生 但是此理上 都沒辦法現在去解決得到 所以很多市民和我們的行商 都很擔心 一個法寶交箱 會風大 會吹到到處都是 是 加上會怕會有不法治之下 有些人會拯著它 燒到很危險的事 嗯 業界方面 其實每天都有多少這些法寶交商呢 你了解一下 其實是否不斷都有 其實來說 現在每天都超過十萬個箱 從國內來香港的 包括我們蔬菜啦 魚啦 還有水果啦 都是用法寶交商裝的 課源比較多些 嗯 即是我們平時吃碟油菜 也不覺得 但其實如果吃豆苗的時候 看到那些法寶交的碎在裏面 有的有的 盛載那些菜 就是用那些法寶交就夠輕 還有裏面的菜 又保護到 不會碰撞得多 那這個都常態用了很多年 但是 其實來講 這個法寶箱用了這麼多年 就維持一樣東西是什麼呢 因為它是一個保溫的情況 嗯 因為法寶箱始終是 就會 保持一些 蔬菜 就比較新鮮 就好些 而且保持的時間 就比較長些 如果沒有了法寶箱 尤其是現在開始天時熱 那些蔬菜 就很快會變的了 對 還有運送又輕些 又不會加重的運送成本 沒錯 這個情況更加 因為法寶箱 只有1磅重 連盒蓋 1磅左右 所以有時候我們見 在街市 蔬菜工人拿著鐵鉤 它不是賣豬肉 為什麼拿鐵鉤呢 鐵鉤就一插進法寶箱 就拖著走 這些運作細節 其實法寶箱 不要小看它的功能 其實很多樣化 我想說 袁先生 其實每日現在 大約我們會有多少 這些法寶箱 特別是 大家都擔心有日沒有出 其實現在 與環保局或政府方面 其實有關部門 溝通是怎樣 第一件事 每日已經超過10萬個 每日 超過10萬個來香港 你已經累積了 都幾久了 現在都過幾兩個月 都不止的 香港的商 那個法寶箱 就天天地下來 沒有回收的話 就想找地方去擺 找地方擺都擺不完 但是回收方面 有些公司 企業做壓縮 白布膠的行業 香港壓縮 這件事 首先我講壓縮 這件事 其實來講 壓縮的機構 做不到那麼多 一天都是壓縮得很少 還有一件事 他們壓縮下來做什麼 都是扔去堆填區 所以這件事 發布箱 扔去堆填區 環保方面 是不是很正常 其實很不正常 要幾多年的融解 這些發布箱 我們都估計不到 還有它本身是可以再用的 但是 不過要去內地的廠加工 尤其是 這個本身以往 這麼多年 是循環 拿上去國內再用 還有譬如說 又爛了也好 爛了 他們只要上去國內 將它打回 做一個發布膠粒 用回發布膠粒 再做一個發布箱 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因為疫情之下 就說我們的商會有帶菌上去 不准再循環再用 不准循環再用的時候 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和環保局都談過 但環保局說 這個屬於垃圾 你們都自己去處理 再加上 那些政府官員都上去談過 都沒有消息 沒有人可以處理得到 可以回收回來了 我們跟他們開會說 可不可以消毒洗乾淨給你們 再回上去 它暫時都不可以 聽袁先生這樣說 短期之內 真的要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都真的不那麼容易 希望當局可以聽到 這些聲音 大家互相溝通解決一下 今天多謝 袁昌香港入口蔬菜批發商會會會長 多謝你 謝謝 這些事情 都沒有進去 對 那些動物 都沒有進去 都沒有進去 什麼事情 都沒有進去 怎麼會 你們